一千零一夜夜夜夜点击 借我指尖闭还你心间血 这里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现实级电影解说节目 一千零一夜致命中二片的第二期 莫到鸡云破雾 卷鸟寻巢又聚虫连足 一窍故见谁浮世 侠里屋檐空雨 妄影谋生 遗尊问计 总被离情府 龙虎纷飞 梦里香魂残住 坐着半雀百字令 说的是清末武林的一桩旧案 哪位家里有老人的 兴许还能记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细细道来 说着晚南地界 有一座雄远镖局 哇 那可是镖行的翘楚啊 打前任总镖头铁翅鸟鱼老英雄起 到如今经国不让须眉的女东家于秀莲 走南闯北升危赫赫 今朝把扛到肩上就没砸过一回 可别看这鱼姑娘洒脱干脸 一对双刀是斩钉截铁出神入化 却因为一桩汗事苦苦守寡至今 自古多情儿女 心头有丈 无非是眼里有人 可巧这一天他眼里的人与他出过生入过死的恩凶李慕白 不其而至了 说到这李慕白那可是搅弄风云明波还宇的一代奇侠呀 直白道牛耳数十年 按说他该在武当山中修兴练兴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道心始终难顾 不得不破定出关 这番造访 他托给于秀莲一件走京城的重表 他的贴身兵刃 清明剑 于秀莲知道 拱手送出配件 就是斩断了于江湖的恩恩怨怨 这位饱懒结霜的江南名士 终于要考虑归影了 迎人了半辈子的于秀莲 忽然又重燃起一切希望来 他盼着 李慕白能像从前那样 与自己连妹赏金 不单是这一回 连续还有后半生 可惜啊 李慕白也像从前那样 不知可否的拒绝了 以兄妹匆匆散别 仅有的寒暄 仍旧是云山雾罩 挥墨如深 话不多言 单说雄远镖局山水迢迢 把镖保进了北京城 这把干系重大的清明宝剑 被于秀莲如约送成铁小贝勒 这位贝勒爷居庙堂之高 却能折截下交 放眼江湖和鱼里二侠 都是老交情了 宝剑由他手管 李慕白才能放心 说到今天 正是九门提督 玉大人携家眷造访的日子 于是 于秀莲和另一位 躲青镜的家人 在书斋碰上了 那是玉大人 捧在手心的三小姐 也是驰名燕京的第一美人 年方十八 生肖鼠龙 因此取名 宇娇龙 于秀莲与他打个照面 果见是江天秋月 太代春云 画中鲜思的姿态呀 借着这把 蹭愣愣的清明剑 俩人聊起天来 不知该说 玉焦龙天真烂漫呢 还是野性难寻 眼神头在宝剑上 就再没挪过窝 满嘴问这些江湖草莽的意识 想来玉大人进京之前 提督新疆多年 满眼戈壁荒卧 玉焦龙也是憋闷的紧了 于秀莲所熟知的江湖 是由风尘血汗堆砌成的 可玉焦龙想象中的江湖 却是草长英妃天高海阔 与面前的现实迥然不同 他被许给了三代汉林卢家 门庭相当择日完魂 可对于外面的世界 他始终心存期望 清明剑是并大宝贝的 这一夜 铁贝勒与玉大人密坛 也是借他开的题 当年吴大帝孙十万 祝剑有六 七五 变名清明 可从这剑身玄文来看 祝剑所用的 又分明是叶已失传的 先情柔剑法 古亦扬然 在为李木白携用多年 那股雍容清正之性 早就游人即剑 游剑即人了 兵者凶喜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贝勒爷颠簸玉大人 也要像这剑一样 刚柔奸祭 杀人不见血 玉大人听没听进去 这也不好说 可当晚 这柄刚柔奸祭的清明剑 倒被非贼惦记上了 贝勒府的护院 乃是京城小有名起的 一朵莲花刘太宝 使一根抽谈缠扫的哨子棍 却伤不到飞贼分毫 飞贼戏弄了他一声 携起宝剑要走 面前又拦住一人 正是那留宿贝勒府的 于秀莲 两人一个追一个盾 飞檐走壁穿堂过户 活像是两只上下翻腾的蝴蝶 于秀莲全脚老道 眼看就能请下飞贼 却不料城头又有后援暗算 终究被飞贼带着空子 走脱了 刘太宝一路追踪行迹 追去了九门提督府 回来一口咬定 飞贼出自御家 贝勒也不肯信 于秀莲却听进了耳里 亲去提督府打探 府外刚巧出了一桩怪事 有人在壁上贴满了会香 声称江阳大道 碧眼狐狸耿六娘 就窝藏在提督府 看那图上的行貌 分明就是府里的老下人高师娘 而高师娘又一向 伺候在玉娇龙身边 两相对争 于秀莲疑惑更深 凭着前些天 交陷延伸的一点姻缘 于秀莲登门拜会 探探了玉娇龙的底细 姐妹客套花到临头 没能摸出端倪 于秀莲反倒说出了 心中汉式的前因后果 原来于秀莲当年有个未婚夫 孟思昭 而孟思昭又恰是 李木白的把兄弟 发现于李两情相悦后 不仅主动退出 还舍命救了李木白 他固然是有成全之心 可在这左礼教又恩义的年代 死者就成了最沉重的镣铐 牢牢鼓住了魏王人的脚步 这一道说辞 玉娇龙理解不了 他被拴在规格里 做了18年的死娃娃 最羡慕的就是 于李这样的江湖儿女 在他想来 江湖儿女嘛 就该快意恩仇 百无禁忌才是 再说那刘太宝不肯甘休 在北京城里四下查探 终于在积水潭 查到了张帖会相之人 却原来是有非敌 这位闪甘总捕头蔡酒 和那碧眼狐狸 既有杀妻之仇 也有执法之意 十几年来 他带着闺女相媚 一漫一围幌子跑遍了大江南北 直到这几天 才在提督府 嗅出了狐狸的骚味 多凡挑衅 果然引得狐狸按捺不住 自己送上门来 约在黄土缸 决一死战 另一边 李木白也赶到了贝勒府 他这一来 本是为了履行 与于秀莲的约定 却没成想 这些天出了这么多事 宝剑与他 不过是身外之物 他在乎的 也是碧眼狐狸 当年 这慈狐狸潜入武当 盗取了武当剑法新诀 更毒害了他的恩师 江南赫 是狮之仇 不共戴天哪 于是那场黄土破夜战 他也少不得要掺和夜罢了 他来的也巧 这老狐狸虽然枯狗 仙客手段 却层出不久 留待宝和香妹 本事不济 只能敬佩莫祖 全靠菜酒的子武鸳鸯月 与狐狸周旋 李木白以来 自然要以压倒性的优势 统一全局 武当剑 将就的是柔而无为 敬而不争 直指要害 绝不牵斩 狐狸一身走火入魔的邪爪 远不是武当剑的对手 可不料半路杀出个 手持轻鸣剑的飞贼 非要救下狐狸 这还不止 飞贼的招式 纯和喜炼 竟然是如假包换的 武当玄聘剑法 李木白心念一动 剑下烧缓 让飞贼逮着空隙 救走了碧眼狐狸 还赔上了菜酒的一条性命 菜酒当然死不明磨啊 总算 香妹和刘太宝对上了眼 好歹了却一桩身后事 至于活着的大人物们 就要伤脑筋咯 眼下盗剑贼和碧眼狐狸 显然都藏在玉父 可万一揭发 又难免毁了 玉大人自身的情欲 李秀莲一生最擅长 顾全大局 他故意请来玉夫人母女 拐弯抹角指桑 骂怀的提点玉蛟龙 事到如今 真相呼之欲出 玉蛟龙就是盗剑贼 他果然形成忌惮 决心趁夜 把清明剑偷偷归还 并理所当然的 遇到了卡关不死 老子有云 驰而迎之不如其意 穿而锐之不可长跑 玉蛟龙的剑法 轻锐有余 绵延不足 在李木柏看来 已是堕入旁门而不自知 稍不得要大难临头 疑惑身家 他动了爱财之心 一路连打带说 教他静忠之洞的智力 可玉蛟龙娇惊自负 是名门正派如九四昌辽 有哪里听得进去呢 宝剑记忆归还 他懒得啰嗦 腐朽而去 而在他的闺房里 闭眼狐狸已经等候多时了 他一身的功夫 正是这位脱名高师娘的狐狸所受 难怪他们之间 一直一乎寻常的监狱 可是这回 狐狸身上待了太久的人命官司 要带着玉蛟龙一起跑江湖 却被玉蛟龙一口拒绝 玉蛟龙生性叛逆 不受极乐 道见行凶的恶事 于他而言只是玩玩 但不能闹大 给他自由可以 要他自甘堕落 和狐狸一样成为江阳大盗 却是天方夜谭 两边撕开了脸面 才看出师父竟根本奈何不得徒儿 他们练的是从武当派偷来的玄聘剑法 何为玄聘啊 道德经允 古神不死 事为玄聘 可那闭眼狐狸曹莽出生 十字不多 又被玉蛟龙有意隐瞒 那些绵绵若存用之不情的大道理 他又哪里体悟得出呢 这是既输在了天子 又输在了知识 眼看着爱徒拖出了掌控 狐狸只好怀着身切恨意 匆匆逼走 这头走了个便宜师傅 那头又来了个接盘与备 按余笑莲的想法 李木白重夺清明剑 后续事宜就该和他们无关了 可李木白不忍看玉蛟龙这样的美智良才自毁呀 决心无论如何 都将他收归门下 穿地舞当兴火 踏实生意全权 可玉蛟龙根本来不及记起他呀 就在他劫青前夜 新疆小伙罗小虎的光临 将他拽回了遥远的会议中 那是四年前的一次戈壁大漠之情 玉蛟龙母女遭遇了匪徒半天云 也就是罗小虎团伙的席节 彼时玉蛟龙武艺尚未大成 却为了夺回心爱的御书 单人匹马千里倒追罗小虎 虽然不耐骄扬力竭背情 但这个倔强单纯不做作的少女 还是成功引起了罗小虎的注意 两个顽劣而纯粹的男女 几乎不需要外力催化 斗着斗着自然就斗到了卧榻之间 斗出了星星相应 可欢愉的日子总是短暂 九门提督加大业大 搜救玉蛟龙的铁骑 布满了这里 罗小虎知道 放手的时机到了 在忍痛离别前 罗小虎兴事淡淡的承诺 他会干一番大事业 堂堂正正迎娶玉蛟龙 就像这里的传说 谁敢从最高的山上跳下去 天神就会满足他一个愿望 怀着必死的成星 就一定能收获回报 仍然思念至今 金屋竹白鞠而走 满虎蛟龙而来 失散的鸳鸯果然就此重访 只可惜四年实在太长了 玉蛟龙已经开口的眼界 催醒了头脑 罗小虎不过是个 追流星的大男孩 玉蛟龙却是名门之义 八旗之尊 无论想或不想 都注定要走向另一条路 天神终究没有限力 罗小虎这个私奔的起愿 被玉蛟龙无情的打碎了 师父走了 情人也走了 一切顺理成章 玉蛟龙终于凤冠侠配 做兴了大红花匠 紧跟着吃肥兴郎的马尾 成为了嘈杂婚事里的 一尊提现幕后 可罗小虎那样的满汉 又怎么会乖乖认命呢 果然他悍然直闯闹事 搅散了一丈度 呼啸而去 婚事两方鲁家御下 都是炙手可热的权贵 小虎抓捕他 实在是小菜一碟 还好 李木白和于秀莲先生 将他救了下来 安顿回五荡山 这猛火一声吼 当然不受无用 玉蛟龙被唤醒了 本就蠢蠢欲动的夜性 终于在洞房前夕远走高飞 直闷向他梦寐以求的江湖 对啊 还带着那柄重新偷回来的清明剑 这柄宝剑在李木白手里 那是如切如搓 如镯如磨 像是一条衡量江湖公道的准绳 到了玉蛟龙手里 却恢复了锋芒毕露的本 真剑就是剑 能杀人的就是好剑 李木白竟一声克制的锐利 恰是玉蛟龙的追求 毕竟是出生母独 在家相送惯了 行事无辙无拦 短短几日 他前后得罪了多名江湖同道 终于犯了重怒 在江南巨星楼里 引来了群侠的围攻 当然 这同气莲知的所谓群侠 在玉蛟龙眼里 无非是欺世道明的土鸡娃狗 好一柄亲民宝剑 吹毛使断如血无痕 挥动应有破风之声 一时间双方怒吼 鱼血横飞 持剑人且战且赢 自爆家门 我呀 我乃是 小心 快手上有宝剑 潇洒人间一见仙 清明宝剑 圣龙拳 任凭鲤鱼江南巨 我们都要低头求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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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获飞来一条龙 神来无礼去无疏 这天下武道示威毕竟是不争的大事 弱大一个庸庸庸的江湖好久没出现这等会点穴会威雅还会迎师的翻牌了 文采不怎么样 豪气却是发自忠心的 真把裙霞称的像是太阳边的米粒之主 米粒们咽不下这口气呀 只好去请武林里的头面人物出手 不用说啊 自然也只有鲤鱼而为了 本来还愁追踪不到玉蛟龙的行迹 谁知鱼秀莲先赶回熊远镖去安顿时 正巧碰上了来头奔的好妹妹 一见到玉蛟龙的满腹委屈 鱼秀莲再次软了心肠 好言相权 可像是他这样忍辱负重的传统长辈 越是婆婆妈妈的劝诫 就越会惹来厌烦 鱼秀莲凭着少年任性游喜江湖 鱼秀莲口中那些大义规矩 根本是他不想理会也不懂理会的 除了逃避他又能怎么办呢 一言不合只好大打出手 这又是好一场厮杀呀 这边是庄重刚毅 那边是伶俐乖张 这边是剑马悬跃 那边是如焰回降 顷刻以内观胜赋 煞时之间剑存亡 虽然两股巾国气 必定其中有一强 玉蛟龙仗着清明剑 削同披荆之力 连断鱼秀莲数把兵刃 好不容易才被制住 但江湖间常言道 百战方能不待 犹豫就会败败 鱼秀莲再次一念之人 反被清明剑锁伤 李木白及时现身 拦下了要下死守的玉蛟龙 二人登平渡水追逐而行 兴亡什么所在 四离斜甲千烧翠 山径身穿万拓干 正是一片茂林修竹 在这片脱离地心盈利的阵地上 老江湖与风丫头 再度对决 一个上映星葵 敢乾坤之秀气 一个下陵陈氏 巨龙虎之吭腔 萧萧兽玉玲 寒香淫谋翠色 披面见光 好一场斗燕争方 真个是凤柱鸾翔 要说齐方匕首 那是老吊重弹 从竹林到江边 李木白软腰油步 气定神闲 到底胜出一筹 指尖指点玉蛟龙眉心 刀门剑派传递辛苦 素来有点玄关之处 原来两枚之间大为紧要 乃是玄关一窍 众妙之门 会通天人之处 李木白为玉蛟龙点玄关 是再次成名收徒的一员 可这一厢情愿的深意 打瞪不了顽固的少女 李木白将清明剑怒至铺中 玉蛟龙竟然宁可寻流而下 飘在水中 被那早就窥死在一旁的 闭眼湖里救走 可老狐狸又哪里安着好行呢 他点起催人心神的弥香 故意撇下玉蛟龙引诱李木白余秀莲等人追来 趁李木白耗费功力给玉蛟龙疗毒之际 他从暗处暴起发难 独阵如暴雨梨花一般 向李木白与玉蛟龙涌来 李木白及时反击 刺透了狐狸心房 虽然你死也不决 土耳不消 我要的是玉蛟龙的命 十年无限 就是这回你肚子的坏心 隐藏心绝 让我哭怜不成 而你却是健一尽尽 什么是毒 一个八岁的孩子却又自从心起 这就是毒 蛟龙 我唯一的情 唯一的仇 魔头虽诛 可李木白也不免摆密一书 中了一记致命的毒针 这九转紫英针独走心脉 当年断送了江南鹤 如今李木白也难以幸灭 吕蛟龙良心启动 主动请英去急要配方 可惜毕竟吃了一步啊 李木白已经内息清静 神霄已散 只剩下最后一口真气 道家所谓恋神还须 这残存的一口气 是解脱得道的最后机会 和生死关头 李木白放下了求道的夙愿 宁可用这口气 说出窝藏心底的牵挂 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 我要用这个气队来说 我一直审爱着你 我一直审爱着你 我的云游荡在你身边做几天的夜鬼 跟随你 就算落进最黑暗的地方 我的爱 也不会让我成为永远的孤狠 残惜已逝 直躲幽冥 好一对光风即月的苦命鸳鸯 拳头上利得人 胳膊上走得马 对得起天地正道 独独对不起自己 于秋连没有责怪来迟的 罪魁祸首玉蛟龙 反而嘱咐他去武当山 与罗小虎团聚 他以煎熬一生的教训 嘱咐玉蛟龙不论何时何地 都要真诚的对待自己 身心俱疲的玉蛟龙 终于登上了武当山 与罗小虎重违约梦 可经历了如许风波 哪里还有安逸下来的资格呢 还记得行教那个传说吗 只要满怀诚意的献祭自己 就能换来天神的赐福 于是 在罗小虎闭言许悦的同时 玉蛟龙纵身一跃 直头万刃绝风 他能蒙获上苍的宽幽 找到生命的气敌吗 旁人不得而知 但岁月如池山河同梦 能来大闹一场悄然远去 或许就已经足够了 这正是 当年福一切间 朝然境遇登闲去 西月江湖 独陵风月 区区碌碌 世间俗壮 人心矫际 不堪同住 江塞外驼廊 山中缘鹤 影唱话 来实录 温虎撒龙 是由李安指导的长篇电影 改编自王杜鲁的同名小说 于2000年5月16日 在嘎那电影节首映 同年10月 登陆国内院线 片长120分钟 类型为爱情武侠 MDB评分7.9 豆冠评分8.2 好于97%的同类型片 在73届奥斯卡金像奖上 它成为第一部 也是气星唯一一部 华语最佳外语片 原在当时 本片引领了华语导演们 前赴后继的跟风 直到今年 它余威犹在 为了英国《韦报》评出的 21世纪百部最佳影片 当得起流芳后世 四个字 怀着红毛蓝兔 白鹿碧鸢那种期待的观众们 你们大概已经发现走错了 这完全不是个快意恩仇的无瑕故事 既不跌宕也不痛快 围绕一柄平平无奇的麦高分 就能迂回两个小时 最强的技法是点穴 最大的山头是道士 高手过招 却是拽上几根威亚 飘来荡去 一触几分 侠客们并没有以武犯境的资格 飘逸如李木白 都要和贝勒老爷互通生气 刚剑如于秀莲 也不过是聚众跑镖讨生活 更别说武林里那些个中流砥柱 什么铁壁神拳 花影无踪奎金无首 一个个面目臃肿 四里内人 别说羽叫龙了 我都想揍他们 为什么江湖是这样的 因为故事原作者 是民国北派五大家之一 王杜� 老人家以英语建成 写的是亲眼见过的时代 下笔自然和后世的小说家不同 主角们没什么成功斗技 一时其学 反倒常年哀声叹气 速手速脚 但要论起对于古典社会的怀旧 人文困境的思考 悲怅氛围的刻画 他倒是独树一诗 古龙就曾很不好意思的承认 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 他最喜欢的作家居然是王杜鲁 其实《卧虎藏龙》呢 只是王杜鲁的代表作之一 既不靠前也不靠后 李牧 白鱼 秀 莲和孟思昭的三次作 《卧虎藏龙》 老人家以英语建成 写的是亲眼见过的时代 下笔自然和后世的小说家不同 主角们没什么成功斗技 一时其学 反倒常年哀声叹气 速手速脚 但要论起对于古典社会的怀旧 人文困境的思考 悲怅氛围的刻画 他倒是独树一诗 古龙就曾很不好意思的承认 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 他最喜欢的作家居然是王杜鲁 其实《卧虎藏龙》呢 只是王杜鲁的代表作之一 既不靠前也不靠后 李牧 白鱼 秀 莲和孟思昭的三角纠葛 可以追溯到前作《宝剑惊差》 《剑气珠光》中 李牧白《恩师江南赫》 则是前前作《赫金昆仑》的主角 甚至《玉焦龙投牙》之后 还能奇迹生还 还在续作《铁骑银瓶》里奉献了更残酷的思想 但那些前世后生 导演并不在乎 连这个本来就不复杂的本事 都被他剪头续续之外 布置成了另一种面貌 庄重均衡的构图 意味深长的节奏 卷有又隐秘 所谓《卧虎藏龙》 核心不在乎于龙 而在于乌云于藏 《玉焦龙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几乎把于秀玲和李牧白衬托得像是两尊呆菩萨 可即使是他 也抗衡不了命运 终究怀着依稀可变的祈祷 埋没在世俗的规矩和性格的圈套里 旧文人式的武侠瓶子 装置的却是社会悲剧的星球 或许这啊 就是本篇大受西方认可的秘诀 为了诠释好这一主题 导演硬拉着周润发一个镜头几十遍 顿了神采 皮了迷眼 才捕捉到那种近乎于暧昧的压抑 大概是从人到篇都太暧昧了 才会引发出许多离奇的争论 比如说有一种结构 说本篇讲的根本不是武侠 而是情欲 如果按这个思路呢 故事就该这么说 我是李木白 一个武当山炼金术师 最近闭关失败 啊 原来是我的春心动了 本来干妹妹阿莲就不错 谁知道结枉生痴 多了个更青春的龙儿 一看到她我就挪不开眼睛了 直说啊 父亲 父亲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跳转了墙头 满心要把小姑娘收归门墙 一起实战演练 不要这么震惊好了 孤阴不长 独阳不生 咱阴不阳 是每一个炼金术师的毕业项目 龙儿说武当派是畅谣一点也不假 你以为我师父是怎么死的 你师父可惜太少看女人 即使入了防卫 也不敢把功夫踩弱 本来我对阿莲的攻略 八九玻璃食了 突然间态度大变 她当然放不下 这时候就需要我绝妙的武当话术了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用意 师父一再的说 把手握紧 里面什么也没有 把手冲开 你拥有的是一切 哎呀 在竹窗上高低气负 撩破了那么久 总算有点收获 小姑娘还是拎得清了吧 你看这一季直球 你要剑还是要我 哎呀 可惜了 肉还没到嘴边 我就赔了性命 没办法 只好临终前再骗骗阿莲了 总得有人送中马 不过不幸中的万行事 龙儿被我这一通折腾 在罗小虎那样的愣头巾 没兴趣了 有家又回不去 宁可自杀 大叔的魔力是无穷的 算来算去 还是我赢了 哈哈哈哈 一道难题多种解法 这就是影像叙事的影显之道 那么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更相信哪一种呢 最后 这是我们家一千零一夜 第二十二次开场 已经做好了经营不善 随时倒闭的准备 你们友谊的三连机 将有助于本节目延缓倒闭 重拾青春 由于今天是专题特辑 刘唐作业的部分 就暂且跳过 如果你对这个专题感兴趣 不妨留下你影响最深的超音 武侠 曼凯作品 或是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听到你的呼声 一千零一夜夜夜连结 借我指尖笔 还你心间血 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